继续关心的小港区沿海六里 因为长期受到工业区污染严重 市府启动了千春意愿普查 不过现在居然传出千春之后 将会有石化产业进驻小港成为专区 引发市议员李顺敬强烈的抨击 对此市长陈之强调 石化专区是前朝政府的规划 现在已经朝循环经济高值化努力 未来发展以城市安全为第一 小港区沿海六里 每天跟八百只的烟囱生活 长期受到严重的工业区空气污染 市议员李顺敬关心市府的 千村意愿普查进度 同时也强调 不管最后是否要千村 小港区全体居民 绝对反对石化产业进驻 他将严格监督 道沟雄石化工业厂区的变动情形 市长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我也要把我们大约部的 鄉親报告千春的工作在进行 民意代表会来坚守我们的本分 跟我们的市府团队站在一起 监督我们的高雄市政府 监督我们的相关单位 新的政府在未来没有石化专区 有循环经济延区 没有生产零排放 这个部分都还在规划中 仙人市长陈局强调石化专区 是马政府时代的政策规划 蔡政府已经将政策转型 朝循环经济高质化的方向发展 不过李顺敬指出 包括前阵厨油槽和人大工业区的石化厂 未来签厂后的动态和落脚位置 都指向小港区 令地方民众紧张 希望有关单位不要再做出 对不起人民的决定 李顺敬转达地方民众的声音说 希望政府重视小港居民 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的 渴望 呼吁市府在千村和石化业的政策上 能尊重民意 这是卑微的请求 也是强烈的主张 港多新闻李正道 黄澜君采访报导